我手够不到 还摆得简单一点 有没有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保养秘诀 没有 别难过 失眠头发是生活 你不要再疼 我刚刚起高了 我刚刚起高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俊豪 然后呢 今天酷狗手上会给我寄来了一个大礼盒 我们一起来开个箱吧 简单讲一下 首先 有一个 酷狗手上会给我颁了一个奖 让我们一起看看是什么样的奖 非常的有分量 叫酷狗手上会 2.2 简单讲一下 新锐乐活歌手 李俊豪 就这样一块 他是靠人间缝纫机破圈而出的新一代偶像歌手 凭借极强的舞台表现能力 他散发光芒 用音乐描绘对于镜头的热爱 综艺上他屡屡出圈 自带乐活属性 全是无限可能 他就是新锐乐活歌手李俊豪 就是做工非常的简约时尚 然后我感觉我可以拿着他去健身 这个叫新锐乐活歌手 新锐乐活是什么意思 我想应该是 就是可能 就是2022年我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快乐 所以叫新锐乐活歌手 那接下来呢我也会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 然后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然后对于酷狗爽爽会给我的这个肯定 我也表示 充分的肯定 任务一请跟奖杯摆个乐活的造型合影吧 什么叫乐活的造型 乐活的造型 我手够不到 还是摆得简单一点 接下来呢还给我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 然后让我们一起看看都有些什么东西 我先吃一个黑色的袋子 我大概应该是知道是什么了 掌声 我觉得这是 就是礼物很好 但是 感觉 感觉看着就是 略显成熟了一些 好 让我们再看一遍 那还有 还有 两罐狗的钱 我感觉酷狗手上会在内涵我 就是年龄大了呗 现在就是今年就是马上就26了呗 那没关系 既然送了我这些礼物我就会好好用的 我会每天泡 就保温杯里泡狗喜 好好喝 永住青春 任务二 请用节目组赠送的礼物拍一组整活 哦不 时尚大片 时尚大片 要多时尚 怎么样 够时尚了吧 哈哈哈哈 就这样吧 嗯 不够时尚我还有墨镜 他还蛮有趣的 任务三 养生大街底 一 有没有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保养秘诀 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 不对不对 还是有了 这真的没有太去保养 就是我擦的护肤品了什么的 都没有到有抗老的东西的 时候 我都是用的很保湿的基础的护肤品什么的 但我觉得唯一的 好的一点就是 我很喜欢小孩 我很喜欢小朋友 就特别是那种很可爱的小朋友 去看他们的日常生活啊什么的 就比如说 呃 抖音上的什么 呃 条条啊 就他们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看久了吧 就是心态上也会有一定的就是 变年轻的感觉 如何看待年轻人提前养生的现象 提前养生OK啊 我觉得养生其实不分年龄的 就是你 你什么时候养生你都可以 有没有什么保养上的小烦恼 保养上的小烦恼 哦 就是我很容易肿 我今天就已经水肿了 就是以前 以前虽然也容易肿 但是没有这么爱肿 就是我现在晚上 只要前一天熬了夜 或者是没休息好 吃稍微重口味一点的东西 我都很容易水肿 嗯 就是感觉这个就是年龄大的增长 四 有什么想对比你年纪大的粉丝说的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用年龄的大小去区分 就是我的粉丝的 是群体吧 年龄小的你也可以养生 然后年龄大的你爱熬夜 你想熬夜刷手机什么的 当然还是尽量再早点睡 就是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 想怎么样你都可以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对 年龄没关系 就是开心最重要吧 就好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 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这么五 请跟大家分享 保持快乐心情的小秘诀 保持快乐心情的小秘诀 就是一旦发现自己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就马上去看可爱的小孩 六四 请进行养生版和你见面歌曲教学 好 但是在进行养生版的歌曲教学之前呢 我先要唱一篇自己的原版 我怕到时候唱了养生版之后 但就换我的原版不唱 珍惜每一次可以打歌的机会 你寂寞是楼开不了口 别难过 一切吸血是生活 是放心虚口一笑而来过 抬头停胸盘出 All right All right I will be with you 一起去高空飞行 I will be with you 也想出千云海 不走最美的风景 我想要和你一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养生版的 那去见面的教学了 那这个养生版呢 是歌词是节目组提供给我的 那感觉节目组真的就是在内涵我 那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个养生版的歌词了 你一抹失落开不了口 一某一某一某 你一抹失落开不了口 别难过 是面脱发是生活 你我我我摔的时候你要拦我一下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 你懂吧 我没有办法再结合回来 就学时间到 你一某失落开不了口 别难过 是面脱发是生活 周温增长后一下耳带过 抬头顶胸看出 All right All right I will be with you 一起保温被抛客气 I will be with you 借在水过雨下后 we see I will be with you 描军肯不挑剔 不对 你不要再跳 我刚刚起高了 我刚刚起高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个 就是跟伴奏版的教学 好 对 你一某失落开不了口 唯不挑剔 日本人不挑剔 便想快了开听重听 早学早期 不再熬夜刷手机 ijds creator 变成了消息 幸运 有学会的朋友们就可以把这个视频上传到微博 然后我来检查一下作业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节目组还给我准备了些什么礼物吧 准备了这个是一套小相机 任务 请用节目组赠送的相机来DIY一个唱跳舞台吧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大手臂 所以这个是送我的是吗 有钱 户火真有钱 那我 那我拍什么呢 现在我在家我哪给弄舞台啊 主要有心哪里都可以吃舞台 但是确实可以拍了 就是要讲一些晕镜什么的 你会晕吗 你不要给我摇头我教你 舞蹈时间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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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一个 我们下期再见